志工凱旋 那我一样先问一下 就是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来到哲鲁的 有话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 还是有,后面有三位朋友第一次来 那我还是大概介绍一下哲学星期五在做什么 这样echo会很大声吗,你觉得? 好,还好 就是,其实哲学星期五啊 是由一群志工组成的 我们都是哲鲁的志工 那为什么会有哲鲁这样 应该,好 哲学星期五一开始啊,是在台北 就有一群人他们拿着大声工 在十大人夜市的街口 拿大声工在聊天 他们聊一些感兴趣的社会议题 那渐渐的发展成,就这样子在一个 就是原本在礼拜五的晚上 就会有一群人在一个室内空间 去聊他们感兴趣的一些公共议题 那今天是礼拜六啦,所以我们叫做M 那为什么我们希望台中也发展这样子的一个哲学星期五的空间 是因为我们觉得说 我们以前认为这些所谓的公共议题 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都是听一些所谓的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政府官员在讲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好好去谈论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发现 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有时候会在电视啊 看到一些政治节目 其实你会发现台湾人是很关心政治 很关心所谓的公共议题的 可是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或者是没有这个空间 去好好讨论这些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藉由哲学星期五 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样的环境 可以让大家坐下来好好的面对面 去谈论这些我们有兴趣的公共议题 所以哲学星期五谈的很广哦 比方说一些 我们谈过一些青年 怎样回到自己的家乡 做正式工作 或者是所谓的社区经营 那我们也谈论过所谓的人权的议题 比方说死刑的存费 或者是所谓的酷刑 或者是环境 跟开发他的冲突 面对这样的冲突我们要怎么去看待 其实哲学星期五谈议题很广 只要他有公共性 我们就可以来哲物来谈论他 那我们每个礼拜啊 都会请不同的讲者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可是其实哲学星期五真正的主角啊 是在台底下的各位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礼拜 虽然都有不同的讲者来讲不同的议题 但是我们真的很欢迎台底下的各位 在最后的QA勇悦地发表自己的想法 也许你的想法跟讲者有些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很欢迎你可以提出来 来我们进行QA跟对谈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会说 哲学星期五的主角才去台底下的各位 那我们也碰过一些很有趣的情况 例如说在一些很有争议的议题 比方说我们 你会想到就是例如说是死刑存费 我们原本的想要都会觉得 啊这种议题怎么可能面对面的沟通 我们在网顾上都会看到 只要谈到这样的议题 一定是双方对骂 不理性的样子的谩骂 但是在整个星期五 面对面的沟通反而 我们可以得到很理性的一个 讨论跟互动 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 我们这样的面对面的对谈 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 一个结论 也许 也许这个议题 它的确很有争议性 或者是大家想法都不是尽相同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样的对谈 这样的讨论之中 可以得到一些 一点点的相似的一些地方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 透过不断不断的沟通 不断不断的讨论 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要朝哪个方向前进 我们要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这个就是哲贼星期五 存在的一个 我们想要的一个目的 对 所以因为你是哲武的主角 我们等一下进行一个哲武传统 叫做自我介绍 那大概每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 三十秒 三十秒的时间 一分钟好像很连久了 每个今天用三十秒的时间 介绍说你是谁 从哪里来 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听这场哲武 也许你只是刚好路过 好像这边有坐了一群人 不知道在干嘛 走进来凑个热闹 或者是你本身对于香港的议题很有兴趣 你可以出去跟大家讲一下说 为什么你会来这场哲武 就是这样子 他就从这边开始 那我再来我的这种 然后接下来是因为 就我跟你讲 然后 对 其实我是一个自然作与 所以我有一场思想要做一些 列点社会主义的议题 这样 就是比较喜欢我自己 局限在一个 空架之内 所以就会来的这些事情 就这样带来着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余文 然后我自己是读政治系 但是对教育方面 有点兴趣的 所以就是 很觉得这次大概就是两个结合吧 那其实今天主要来是来见到朋友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退休的银行者 紧别释放之类的 我是在1997年的7月1号前夕跟当天都在香港 就看到这个交接的过程 看到中国进入到香港 所以对中国年来的有变 有很大的兴趣 就是一个座谈的希望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尹珍 然后我是台中大理人 然后今天 我 然后我是要升大一的行者 然后就是这样行 对啊 就去参加 然后大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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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然后 就去参加 我 我是 有机 然后 呃 今年 大一生 大二 然后 对 这个议题 主要是在 大学到有 就是港生的同学 才比較對香港的事情來代表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想要聽聽看 對 那你跟蕭翰港生有聊過PACE的議題嗎? 還是他有沒有分享過 他在香港的一些所見所見 他有沒有講 可是他講的比較 就是 就只是零零賽克的講 所以就是只是一個很模糊的代表 對 好 謝謝 對 對 對 現在7月 然後出鏡頭去過來看誰 然後先這個11集 對 他有說我要整個畫嗎就要看 他說 我怕什麼 我怕什麼就要看這個 以前還要看 就 他以後還要整個 交交 我現在每次都快快拍一張 就是 可以 我怕有人自己抱 可以靠近一點 我怕有人自己抱 麥克風 希望下次你不能自己抱 然後 希望下次也能自己抱 可以這樣 欸你這樣子 我真的不對你的故事很有興趣 你要不要就會感覺 就這樣 就是 你跟他說 你爸你不能接受這樣的議題 所以你們之前在在你家裡有討論或認識一起曾經有一些 沒有我今天出來我根本就沒有跟我們爸媽說 嗯 我跟他們說我在台南四的同一家玩 所以其實你爸媽對於所謂的學生自知是比較負面的一場 沒有他現在要哲學可能就很負面 他覺得哲學就是不知道在幹嘛 還是他不親自啦 他本來其實可能只要不能走死 所以希望有交往比較好 不過還是很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跟父母就是 了解說其實所謂的哲學沒有那個審查 哲學可以能生活化 然後今天這個主題其實 其實其實也常常在發現到就是說 其實香港的所謂的學生自治去配盤我們自己台灣 其實我們台灣的學生自治其實在 現在目前整個校園裡面其實也是非常的那個 就是普遍 因為像前正值那個高於大的這個世界 就是校長那個廣事會 然後就是 其實私立學校其實對於現在目前這個學校的運作 其實都還是掌控在自己 就是在所謂的家屬失業的這種概念 對那 那是非常高高的一個問題 對 那我是希望說 可以藉由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可以真正的去瞭解說 其實 學生自治其實 對於 不管是在校園裡面也好 或是在我們整個的 我們整個的 台灣的社會政治型態上來講 其實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彥霖 然後 今天 今天來這邊主要也是 對於就是 最近對香港就是非常的 有興趣嗎 尤其是 呃 前一陣子又發生 那麼多 書店的事件或什麼 那 尤其是想說 看看 呃 學生作為一個行動者 要怎麼樣 就是在這麼 可能令人沮喪的情況之下 然後還要 怎麼樣看怎麼樣去 呃 衝破既有的一些 呃 上面的一些政治的一些壓力 這樣子 所以就是 想來聽看看 謝謝 呃 在潮市凱迪 然後 今天才高二 我家都住附近 然後 因為 折五的時間 我剛好有主席 所以 趁時間才可以來 學家沒有上 所以今天才來看 然後 呃 對這主席有興趣 是因為 我前天才從香港回來 所以 呃 就是 呃 剛好還是想改一 就是 任務的事件 對我們來 謝謝 那你知道平常 禮拜五 那個 最後在哪裡嗎 想不想 對對對 對對對 如果我之後有空的話 你可以過來 謝謝 我是這樣 對 我是才有介紹完 然後 今天這個議題 我是獨生化 可是我 三一八之後 其實在折五前水很久 然後 十天之後 沒有時間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因為 之前我是一個 香港人長廢 然後 他表生也是對 香港目前狀況 蠻優勢的 就是蠻悲觀的 因為香港大部分 都會認為 香港只會做 越來越赤化 的那樣子 所以 所以 其實 如果不想吃話 可能他應該就一換出去 就是 目前我聽到 我想要這樣 謝謝 你前水是說 都在網路上 看直播嗎 我也沒有看直播 就是 就是 他叫做一次錯過 然後 最後沒有時間 然後今天最後有時間 就多了 好 歡迎 你發現 因為 因為 兩岸關係 在台灣 上來 是 時裝對 跟我們有陸線關係的 相討不大 所以 這次 比較深入的了解一下 說 相討愛這三角關係 從事要 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 今天遲到了 我姓張 我們在節目裡的餐 跟妳們一起去 各月 今天這個活動 我是 得一奧雲 我選 我是 德學 星期五 我是公文氣獎會 今天這麼久來囉 要被進來 我是 我是折舞的智慧,我是總理 那今天我們折舞比較特別 剛好禮拜,因為昨天那個 台風來的關係,結果昨天其實台中 沒什麼風 但是我們就引起了 因為我們順從這個 台中市政府的平板停課 結果我們也跟著 停了一次我們折舞 所以延後到今天禮拜六才來舉行 這個哲學背心祈禮 那就是 不管是折舞或哲學背心祈禮 我們都希望說大家可以 不管是在好伴也好 不管是在翔翔遊玩空間 大家都可以在這個場合裡面 盡情的暢手預言 然後剛剛我聽到好像有幾個介紹 都是大理人 從大理來的同學 我們待會可以好好私下 可以聊一聊,因為我們最近有一個 重要的一個 準備要進行的 一個專案 叫做參與式預算,那我們會在大理區 去進行 因為我是聖見這個計畫的 共同組織的 所以想要找大理的同學 好好聊一下 再講三步 大家好,我叫梁阿 尤其我 尤其我讓山見面的時候 我其實 那段時間我最香港的表演 我是來的 我跟華儀說 有看過關子 真的 因為一直來的 我們都都認識 我們台灣 台灣的小文 人在今天那麼多 我那邊 我看到香港的表演 我覺得 我先來講 因為我做一個 中屬小文 都是三百年的人來看 我真的 我們當然不一定 甚至是宿命 好感染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有趣 就是 本本的一個自我介紹 我們這樣一個題目 可是其實大家 偷偷不同的觀點來 準備要聆聽這一場講座 有人從學生自治 有人講到 香港的民主 有人講到 銅鑼灣的書店 其實這個就是 哲學星期五 一直能堅持 要做自我介紹的原因 因為你會發現說 其實每個人 對於 同樣的議題 會有不同的想像 那我們到底 會在哲學星期五 會激發出 更多不同的觀點跟想法 我覺得這是在哲學星期五 就是一個很有趣 而且很難得的經驗 那接下來 我就把時間交給主持人 宴請